哈喽这里是奥饼色彩 欢迎来到全网最全剑盾全图鉴收集攻略第二弹 上一期给大家带来了1号到200号的精灵全捕捉方法 观众老爷们点赞投币都很给力 本来是归宿更新 既然你们这么给力我直接加速 爆竿完成后续难度较达200到400号 老规矩重新放下天气表 需要什么天气请自行调节 所有进化石头的详细获取方法在第一弹视频最后有补充 好正片开始 图鉴205号 坑果虫 巨人禁止雷雨天暗雷高概率出现 把坑果虫交给拳关室左边的一个NPC处 他会给一个苹果 剑板玩家会拿到酸酸苹果 可以让坑果虫进化为苹果龙 盾板玩家会拿到甜甜苹果 可以让坑果虫进化为蜂蜜龙 也可以直接去坑里抓普通的苹果龙或蜂蜜龙 坑位走法 拳关丘陵出城后 左拐直走 在树下的坑可以红柱刷出 图鉴208号 妙妙 5号道路暗雷出现 进化需要25级 图鉴212号和211号 绵绵炮芙和胖甜尼 剑板限定 前者进化成后者需要携带泡沫奶油后 通信交换进化 在全关室可以购买 绵绵炮芙在巨人禁止雷天下 明雷高概率出现 胖甜尼则在框埃起点右拐的 悬崖边上红柱可以刷出 图鉴212号和213号 粉香香和方香精 盾板限定 前者进化成后者需要携带 香带后通信交换进化 在全关室可以购买 粉香香在迷光森林暗雷出现 方香精在框埃起点右拐的 熏牙边上红柱可以刷出 图鉴215号地猪坝 巨石原野雨天或者雷雨天明雷出现 图鉴216号小果然 需要果然翁携带悠闲薰薰香 出弹后才能生出 在雪西道馆下边的集市里可以购买 图鉴217号果然翁 全关丘陵晴天下明雷高概率出现 图鉴218号大通鸭 剑板陷阱 5号道路鸣雷出现 净化成葱油兵需要在一场战斗中 命中要害三次 我亲测不需要携带大葱也可以进化 推荐将他升到20级左右 回忆技能狂舞会打和破杀 去寄养屋附近草丛中打童口雄 在战斗中先多用几次破杀 让对面打不到你 然后吃要害攻击道具 在全关室可以购买的 如果大葱家被打了一下就吃血药 之后只要使用几次狂舞会打 命中对面要害三次就行了 童口雄基本打不掉多少血 最后一定要打死这个童口雄 经过我的测试 打中要害三次后淘宝后并不能进化 图建221号电灯怪 逆灵虎水面上晴天雷雨天雾天明雷出现 图建223号毒枯蛙盾板限定 巨石鸳叶阴阴天明雷出现 图建224号小城关系剑板限定 机形式右边郊外暗雷出现 图建225号大城关系剑板限定 梅纳斯湖南岸这个高地上的坑红柱可以刷出 图建226号泥巴鱼 水系刀管右边洞穴中明雷出现 图建227号狐狐 水系刀管右边洞穴中明雷暗雷低概率出现 或者沙尘挖地明雷出现 图建229号碾鱼王 梅纳斯湖南岸 擎天雷雨天烈日天沙沃天明雷出现 图建231号海兔兽 巨人静池湖中明雷出现 图建232号胆小竹 水系刀管右边洞穴明雷出现 图建233号巨甲武者 桥间空底 擎天雨天雷雨天明雷出现 或者逆灵湖右边小岛上 雨天明雷出现 图建235号灰毒巨铠 沙尘挖地 阴天雨天雷雨天明雷出现 图建236号太阳珊瑚 盾板限定 巨人静池阴天下低概率明雷出现 进化需要38级 图建237号魔灵珊瑚 盾板限定 巨人静池旁边这个沙地上的坑 子柱可以刷出 图建240号长矛巨魔 巨石云也靠地图右侧明雷出现 图建241号迷布利姆 激情室右边较外明雷较低概率出现 图建243号 布里姆翁 逆灵湖上坡明雷出现 需要一周目通关后 图建244号夜道火稀 巨石原野烈日天下明雷出现 进化成燕火稀需要母的才行 33级进化 也可以去逆灵湖中间的火稀坑中 红柱或者紫柱可以刷出 图建247号批斩司令 巨人邓岩明雷出现 图建248号和249号 头摔鬼和打击鬼 前者是盾板限定 后者是剑板限定 但是可以到战境室右边的老爷爷处 交换另外一个版本的限定 头摔鬼和打击鬼都在巨人静时 阴天明雷出现 图建251号双弹瓦斯 激情室城门口明雷出现 图建252号盆柴怪 需要胡说术携带岩石熏香复弹 可以在水溪道馆下边即逝购买 或者巨石原野杀暴天际下明雷出现 进化为胡说术需要16级学会模仿 胡说术可以在激情室右边郊外明雷出现 图建254号皮宝宝 需要皮皮复旦 进化为皮皮需要227密度 皮皮在激情河岸污天下明雷出现 进化为皮可西需要月之时 皮可西也在激情河岸污天下明雷出现 图建257号到259号波克飞给一家 我在通关精灵推荐第二弹中说过 我们来到全关市左边的博物馆门口 有个NPC想用波克笔交换你的毒电影 你可以把之前寄氧屋拿到的毒电影给它 或者重新去捕捉一只毒电影 毒电影在旷野地区寄氧屋附近草丛中 晴天雨天雷雨天可以抓 波克笔进化成波克机鼓 需要227密度 可以让它戴上在全关市右边屋子里拿到的安抚铃铛 戴在队伍中多升升级多跑跑路就OK 波克机鼓进化用的光之石 可以在8号道路这个位置 或者在聂灵湖石头旁边都有 图建260号小卡比兽 需要卡比兽携带保护巡强圣诞 随随导管下方即使可以购买 新密度220进化为卡比兽 或者可以在激情河岸汤天下低概率明雷出现 图建261号卡比兽 激情室右边过桥后明雷出现 图建262号木棉球 巨石原野阴天暗雷高盖里出现 净化成风妖精需要日之时 风妖精可以在桥前空底这个坑红柱或者紫柱刷出 图建265号铁甲暴龙 巨人邓言晴天明雷出现 净化成重甲暴龙需要携带户具通信交换 可以在全关市购买 或者从坑里抓 坑位走法 全关市出门左拐 下坡后右手的这个坑中 红柱或者紫柱可以刷出 图建269号戈德姨妈 剑板限定 逆灵狐物天下明雷出现 图建272号人造细胞软 盾板限定 逆灵狐物天下明雷出现 图建273号和275号 盖盖虫和小嘴窝 桥前空底鹰天下暗雷出现 这两只怪进化需要互相交换 才能一起进化 这里另外补充上进化型的坑位位置 旷野寄养物处 右手边的这个坑 紫柱可以刷出 但是剑板只能刷出奇事蜗牛 硬天小雪天暴雪天雾天 鸣雷出现 图建282号洞元雄 10号道路鸣雷出现 图建282号勇士银河 284号秃鹰纳 前者是剑板限定 后者是盾板限定 都在杀神挖地空中鸣雷出现 图建286号龙王歇 过激情室右边卡比兽桥后 青天雨天雷雨天 烈日天沙漠天 右手鸣雷出现 图建287号烛光灵 火系道管可以前期抓一只 41级进化为灯火幽灵 在使用暗之时候 进化为水晶灯火灵 逆灵狐烈日天下 有灯火幽灵的鸣雷 也可以在逆灵狐烈日天下 遇到鸣雷的水晶灯火灵 图建295号好拉游 7号道路鸣雷出现 30级进化为雾醉王 得把switch倒置过来 或者去雅哈佛西岸 过桥后靠墙的坑里 红柱可以刷出 我就想吐槽这个 倒置switch是个什么奇葩设计 这主机模式咋到啊 难道要把电视机给倒过来 这里我亲测switch不能外接手柄 不然进化不了 图建292号扭拉 机型河岸 小雪天或者暴雪天 鸣雷出现 进化需要携带锐利之爪 夜晚升级 锐利之爪可以在 沙尘蛙地中央的 一个湖中的小岛上 可以获取 或者直接在桥前空底 暴雪天可以抓 鸣雷的马扭拉 图建294号锅魁眼 盾板限定 居然进食左下角 黄色草虫柱 鸣雷出现 非常恐怖 图建295号大嘴挖 剑板限定 沙尘蛙地 暴雪天 鸣雷出现 图建296号 沙灵仙人掌 巨石援眼 烈日天下 鸣雷出现 图建297号 象征鸟 机型是右边过桥后 左手边 鸣雷出现 图建298号 利欧路 巨人冒岩暴雪天 鸣雷出现 进化需要白天 大于227密度 图建299号 卢卡利欧 美纳苏北岸 悬崖上 晴天 鸣雷出现 图建300号 煤炭龟 机型和暗 烈日天下 鸣雷出现 图建301号 迷你Q 危险老汪龙 那期视频有出过 乔建空地 无天下 黄色草笼中 鸣雷出现 比较难找 危险找了很久 也没找到 也有暗雷出现位置 在巨人禁石 左下角 黄色草笼中 暗雷低概率出现 也有坑位走法 矿野地区 右手边 群牙处坑位 子柱可以刷出 概率很低 图建302号 胖嘟嘟 9号道路 鸣雷出现 或者逆龄湖水面上 擎天 鹰天 雨天 雷雨天 护天下 鸣雷出现 图建307号 好坏星 监金镇门口 鸣雷出现 进化需要38级 图建309号 古月鸟 鸣雷狐之眼 鸣雷出现 图建310号 图建英 5号道路 剑屋 NPC会送一个 或者桥间空地 擎天 雨天 雷雨天 鸣雷出现 30级进化为 图建317号 荣引寿 巨人进食 电视天下 鸣雷出现 图建318号 散电席 6号道路 鸣雷出现 进化光剑散席 需要日制时 或者去巨人进食 湖边的电席坑中 红柱或者紫柱 皆可刷出 图建320号 摔跤英人 全关式出门 左边拐角处 鸣雷出现 图建321号 大卧椅 6号道路 鸣雷出现 剑板概率比盾满敌 进化分别是 35级和45级 图建323号 沙漠精精 沙尘挖地 靠近巨人进食方向 擎天或者沙宝天 鸣雷出现 图建324号 雅雅 6号道路 鸣雷出现 盾满概率比剑板地 进化分别是 38级和48级 或者可以去 雅雅湖之眼 擎天 阴天 雨天 雾天下 鸣雷出现 盾满推荐去这里抓 图建326号 双斧战龙 雅雅湖之眼 除雷雨天 小雪天 暴雪天 鸣雷出现 图建327号 哭哭面具 6号道路 鸣雷出现 被打超过49点血 还没死的状态下 在夜晚时间下 我们从拳关式出城 左拐后来到沙神窝底 往前面这个石头 下方跑过后 即可进化为死神版 图建329号 死神关 需要在五字镇 妖精系道馆中 和NPC用加勒尔 哭哭面具 交换普通形态的 哭哭面具 再升到34级进化 图建330号 独剑翘 全关丘陵 雾天下 鸣雷出现 35级进化 图建331号 双剑翘 巨人冒岩 除雾天下 鸣雷出现 进化需要暗值时 图建332号 鬼剑 巨人冒岩 雾天下 鸣雷出现 图建333号 小火码 盾板限定 迷光森林 暗雷较低概率出现 40级进化 图建335号 莱杯茶 这个怪分为 赝品和正品 99%的莱杯茶 都是赝品 只有1%是正品 迷光森林 鸣雷或者暗雷 较低概率出现 使用道具 破裂的茶壶 能让赝品进化 使用道具 缺损的茶壶 能让正品进化 正品的不思乎 集聚化后 底部有标签 进化道具获取方法 速传阵的杂火商人 可以刷出 或者右边这个隐藏的楼顶 可以拿到破裂的茶壶 感谢水友 近视音告诉我这个位置 图建337号 爱管市 弓的野外 剑板限定 母的野外 盾板限定 迷光森林 鸣雷或者暗雷出现 图建338号 小木铃 迷光森林 鸣雷或者暗雷出现 金华人 小木鸟需要通信交换 或者在撂望台就指 靠墙的镇坑里 红柱可以查出 图建341号 灯罩夜宫 迷光森林 暗雷或者明雷出现 图建342号 智慧星 和图建343号 投掷猴 前者是盾板限定 或者是剑板限定 都在迷光森林 明雷或者暗雷 较低概率出现 图建344号 墨鲁贝壳 7号道路 明雷出现 图建345号 阵列兵 8号道路 明雷出现 图建346号 老翁龙 盾板限定 归前有一期视频说过 逆龄狐 雷雨天 极低概率 暗雷出现 或者在矿野地区 起点左手边的龙洞中 红柱或紫柱 可以刷出 图建347号 暴雁归兽 剑板限定 以前也说过 逆龄 烈日天下 极低概率 冰雷虫 逆龙狐 小雪天下 较高概率 暗雷出现 净化为雪融合 需要夜晚 大于227密度 图建350号 雪融合 在逆龙狐旁边 这个靠墙的石头下边 红柱可以刷出 图建351号 拳拳销 监禁阵门口 明雷出现 净化为八爪武师 需要35级学会挑衅 或者在逆龙狐 岛上所有边 明雷出现 图建353号 爬扎海胆 9号道路 暗雷低概率出现 这里建议到 巨人静石湖边的 电戏坑中 红柱刷出 图建354号 小球飞鱼 9号道路 明雷有很多 或者需要巨石飞鱼 携带涟漪熏香后 孵蛋 水溪刀管下面 即时可以购买 净化成巨石飞鱼 需要队伍中 存在铁豹鱼时 升一级 图建355号 巨石飞鱼 9号道路 明雷出现 图建356号 猴猴金 9号道路 明雷出现 净化猴金王 需要40几 或者在 灵灵湖水面上 这个空位中 可以红柱刷出 图建359号 冰岩怪 灵灵湖小九天 或者暴雪天 明雷出现 图建360号 破破堕轮 监金镇门口 明雷低概率出现 概率太低 所以没有的话 就不停地切换地图 直到刷新 图建361号 成龙 崖崖湖西岸 除阴天 烈日天 沙暴天 水面上明雷出现 图建362号 和363号 月时和太阳岩 前者盾板限定 后者剑板限定 群观式出城后 越拐走一段路 明雷出现 图建364号 模拟你 需要进化型 携带 奇异熏香复弹 学系道馆下方 即适可以购买 或者在蓄力草原 暴雪天 明雷出现 进化魔墙人偶 需要32级 学会技能模仿 然后再进化 踏兵人偶 需要42级 巨石原野 这个坑位中 红柱子柱 皆可刷出 图建367号 和368号 火红不导翁 和达摩沸沸 剑板限定 这个以前视频也说过 火红不导翁 在石澳道路 暗雷低盖铝出现 进化需要兵之石 达摩沸沸 坑位走法 灵灵狐旁边 这个石头靠墙的坑位中 可以红柱或紫柱 杀出 图建369号 巨石钉 剑板限定 灵灵狐 杀暴天气下 暗雷低盖铝出现 图建370号 兵器鹅 盾板限定 以前说过 灵灵狐暴雪天气下 暗雷低盖铝出现 或者去 灵灵狐旁边 这个石头靠墙的坑位中 可以红柱或者紫柱刷出 图建371号 驴刚荣 一周目通关后 在矿野地区右下角 巨人瞪眼 鸣雷出现 图建372号 骆驼母 以前说过 灵灵狐雷雨天 或者雨天 鸣雷低盖率出现 或者在群观室出城后 右边的小角落里 紫柱可以刷出 转换形态 需要去宫门市 图建374号到377号 化石一加 化石需要去 矿野寄养无处挖矿 推荐用左边这个NPC技巧挖矿 四种化石分别是 化石海兽 化石鸟 化石鱼 化石鱼 化石龙 键板获取前两种化石的概率较高 获取后两种化石的概率较低 盾板则反之 所以单版本不通过 交换获取四种化石 是有可能的 我就挖到了 在6号道路找NPC复活 雷鸟龙通过化石鸟 加化石龙复活 雷鸟海兽通过化石鸟 加化石海兽复活 塞鱼龙通过化石鱼 加化石龙复活 塞鱼海兽通过化石鱼 加化石海兽复活 图建378号到380号 GF亲接喷火龙一加 小火龙可以通关后 在竞技家里二楼混 还是一只超级巨的 喷火龙在宁灵湖中央的火系空中 紫住刷书 一般都是超级巨喷火龙 图建381号属性空 对战塔左边的NPC汇送 如果拿不了的话 可能是没通关 这个我没法测验 净化石银半战术 需要亲密度大于220 需要在野外录音中多揍几次 然后多揍几次料理 图建383号到385号 班吉拉一加盾板限定 二段沙吉拉可以在 逆灵湖沙暴天际下 鸣雷或者暗雷出现 班吉拉在沙尘蛙底 除阴天雨天雷雨天 鸣雷出现 图建386号到388号 三头龙一加剑板限定 双头龙可以在逆灵湖沙暴天际下 鸣雷出现 霍尔雷雨天 暗雷低概率出现 这个怪的进化居然要64级 三头龙和双头龙的坑位走法 全关式出城左拐 然后一直往前走 前面这个被草虫包围的坑 红柱可以刷出 图建389号到391号 年美龙一加盾板限定 注意年美尔进化成年美龙 需要50级后下雨天时才行 年美尔可以在 逆灵湖雷雨天 暗雷及低概率出现 抓不到就去 旷野地区期间 左手的龙洞中 红柱或者紫柱可以刷出 图建392号到394号 斗龙一加剑板限定 心灵宝可以在 灵灵湖阴天或者烈日天下 暗雷出现 张伟灵甲龙在杀神窝底 除阴天雨天雷雨天 鸣雷出现 如果抓不到 同样可以去 旷野地区期间 左手的龙洞中 红柱或者紫柱刷出 图建395号到397号 准神多龙一加 一段可以在 灵灵湖雷雨天或者雾天 暗雷低概率遇到 二段则是 三段可以去 旷野地区 提点左手的龙洞子柱刷出 图建398号和399号 剑狗和盾狗 一周母通关后去 威灭森林触发剧情 完成剧情后可以抓 剑板抓剑狗 盾板抓盾狗 图建400号无极泰纳 一周母后期剧情白给 好 以上就是 200到400号的 精灵全获取方法 难度要比前200号大很多 喜欢视频的话 可以点个赞支持一下 如果你看到视频 做的不是我 那应该是被别人盗用了 那到时候就别点赞了 因为最近已经有 小伙伴评论我说 以前视频被盗了 我就想不明白 我搞个宠物小精灵 为啥也有这样的呀 好 这里烧饼生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